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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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叔叔阿姨 中午好 好 很高興這是我第二次來這裡跟大家演講 第一次演講是大家有很好的一個退休的生活 規劃 第二次的部分來講 第一次給我一個現代人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 叫做睡眠的這個問題 然後用這個問題的部分來跟各位 大家不想就是聊一下睡眠這個部分 那我想先了解一下 在這裡有睡眠障礙就是比較不好睡的 然後睡覺的總是多夢的 或者睡覺起來之後總覺得好像沒有睡飽的 有這種狀況的請舉手一下 是偶花的還經常 偶花經常都沒有關係 我先了解有這種障礙的請舉手一下 很多嘛 可是我看起來還好大概不到一半 算是我演講的那個裡面來講算是比較少的 那沒關係 可能大家覺得說我到底有沒有睡眠障礙 我們等一下有一些條件的部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在這裡的部分來講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在真本自然診所是在我們東區府的街 那我們成立自然診所已經成立三年了 那自然診所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希望不用藥的一個方式來幫大家找回一個健康的一個身體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本身也是美國的自然醫學學會認證的醫師 還有心理諮商師 那因為剛剛那個賴醫師有講到說 我們有發明了一個心理 其實它是一種生物訊息的一個儀器 那等一下我也會介紹一下 其實它的一個概念就像電子藥物 好 在台灣的話睡眠障礙到底有多嚴重呢 根據我們食藥署的一個公布 2014年 我長大的2014年來講的話 我們一年總共吃掉的是 3億3千萬顆安眠藥 有沒有很誇張 在我診所裡面的案例來講 最多的一個女性 她一個晚上大概要吃到5顆安眠藥 她才有辦法睡覺 但是能睡多久 2到3個小時的時間補課 是我的案例裡面最多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們一年能吃掉3億3千萬顆 我覺得不誇張 但是有很多是沒有吃的 就是浪費掉的 那比起2013年來講 真的一千兩百萬顆 其實它有一個比喻的部分 所以全台慢性失眠的行為的部分來講 大概有兩成大概四百萬 那我上個月到中國去演講 大家知道中國 有睡眠障礙的有多少人嗎 2.8億的人口 是他們的官方所統計的 2.8億的人口有睡眠障礙 所以睡眠真的是一個文明病 好 這個障礙裡面來講 在我的診所裡面 平均每100個裡面 我們問過大概有80到85 人生的人是有直接或間接的睡眠障礙 那為什麼會那麼高 大家不要覺得很壓抑 是因為通常覺得自己身體有問題的 才會去診所 所以診所的比例相對會比較高 有80%到85的人有間接或直接 所謂的間接是什麼 間接就是說 我可能不好睡 那直接的話是我根本睡不著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有沒有不好入睡睡不著的 大家可以先自己打勾一下 第一個睡眠障礙的概念就是 第一個不好入睡睡不著 第二個多夢 第三個睡醒覺得疲勞好像沒有睡一樣 第四個早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注意力不集中 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 好這是一個 然後第五的部分來講 新陳代謝率變高容易變胖 好根據我們的一個研究來講的話 其實睡眠不足 長期的睡眠不足 它其實是一個肥膀的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不是不吃就會瘦 基本上不吃會瘦的是 他把你的肌肉這些給代謝掉 其實人是虛的 所以這個人瘦下來之後 你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 然後走路沒有什麼力氣這種 通常這種都是一個不正常的一個減重方式 但是只要他睡得飽的話 基本上他的體重就降下來了 好再來容易暴躁生氣 有時候情緒又很容易低落 突然間那個火氣就來了 那突然間覺得 人生好像沒有什麼意義這種 這種也算是為數量不少 所以在這個80到85個人裡面來講 我們問了一下 就是說請問一下 失眠的部分 你都怎麼處理 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說 我吃安眠藥 可是你在問說 你吃安眠藥你的感覺怎麼樣 他說我好害怕 我說你在害怕什麼 他說我知道吃安眠藥吃多了 我的肝會不好 我的身會不好 我的胃會不好 那要不要吃 還是要吃啊 因為他說 醫師你有沒有 失眠過或有睡眠障礙 我說我也有過 那有過的部分 那有一些人是 這些有一些人沒有睡眠障礙嘛 我們說怎麼樣去體驗一個睡眠障礙的人 很簡單 請你準備六個鬧鐘 那這個鬧鐘呢 一個小時想一下 一個是一點想 一個是兩點想 一個是三點想 這樣子 然後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給他睡下去 一點醒來了 那好不容易入睡的時候 兩點又亮了 就是那個又亮了這樣子 那只要你經過這樣子的流程 你就知道你可以體驗到 失眠者的一個痛苦 這是一種方式 所以吃安眠藥的有40到45%的人 請問一下在座有吃過安眠藥的請舉手 哇 也不少 我也吃過安眠藥 而且我吃過安眠藥 還有很好玩的事情發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陣子我的壓力很大 其實也是覺得很累 所以那時候腦袋停不下來 我必須吃一顆安眠藥 後來這是我太太轉述給我聽的 我才知道說 安眠藥其實這麼的恐怖 第一個她說 我吃完安眠藥之後 沒有馬上跑去睡覺 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太太就跟我講說 你好像你跑到那個廁所裡面去 半個小時都沒有出來 然後她很擔心 然後就進去看我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對著鏡子在傻笑 我心裡就在想說 我有這樣子嗎 她說有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想一下 好像有 我印象記得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看那個鏡子 我看到裡面的人 無限在放大 我覺得好好玩 所以我就是看著她這樣子 結果半個小時過了 我不曉得 後來她就把我拉去睡覺 那睡覺的時候到 十二點多一點的時候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妳昨天有講夢話 妳知道嗎 我說 我不曉得啊 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妳真的是害死了 她說我整晚都不敢睡覺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妳知道妳昨天晚上十二點多一點的時候 然後既然跟我講說 妳有沒有聽到有人在講話好吵喔 然後她就開始懷顧 房間沒有人啊 然後她就問說哪有 我就說有啊 在窗戶那個地方很吵 然後她再看了一下 沒有人 可是我有一個幻覺 我覺得那邊很吵這樣子 後來她那一天晚上她沒有睡覺 因為她很害怕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實上那是一個幻覺 可是不會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睡不著的時候 有時候安眠藥或增電機 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不建議常常吃 也不是說吃了安眠藥真的 或是完全不好 我覺得我們觀念要稍微改變一下 有時候西醫來講的話 她有一個非常好處的部分就是說 她在解決症狀的時候速度很快 可是當我們解決症狀完之後 我們要思考的一點是說 我怎麼樣讓身體造回自己健康的一個步驟 我可以自己控制 而且不要完全靠藥物 我覺得這個要雙管其下 因為在我的診所裡面有人來的時候就說 醫師我有吃西藥 我覺得罪惡感很重 我說為什麼要這麼想 他說因為吃西藥壓力 就是人家說不好 可是不好的情況之下 她不吃又不行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在內在的交錯裡面來講 會造成她的壓力更大 所以我們會跟她講 吃藥可以啊 但是我們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吃到什麼時候 我要慢慢的調整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的方式 好 睡眠障礙到底會引發什麼樣的毛病呢 第一個 引發所謂的 憂鬱跟焦慮症的部分 那大家會思考 為什麼我沒有睡覺 或睡不好的時候 會有這些症狀呢 很簡單 就是 因為睡不著的部分來講 我們內在的內分泌系統 它會有問題 長期下來它會失調 那失調的部分 就會造成我們的神經傳討不好 比如說我們長時間的交感神經 交感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見到 但我簡單的講就是 白天是交感在上面 所以我們很有精神 很有活力 晚上是腹交感要起來 我們可以放鬆準備睡覺 但是晚上的時候 那個交感神經就要下來 可是因為我們睡不著覺的時候 我們的交感一直在上面的時候 交感是什麼 它我說有活力 會有精神 所以就很容易 誘發所謂的焦慮症 那當你身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開始很虛弱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急需的憂鬱症就會誘發起來 還有一些精神病等等 精神疾病的一種 再來心臟病 各位為什麼睡不著跟心臟病又有關係 其實還是一樣 它還是神經傳導的一個問題 它會造成我們的血管一直在擴張的一個狀態之下 久久之它會硬化 我會產生所謂的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況 那這個來講 也跟我們的一些代謝有關係 所以因為代謝不正常 分泌不正常 然後壓力大 血管長期在 肌肉會緊繃 緊繃會壓抑血管 血管的彈性會變 變得不好 那久而久之就會誘發所謂的 冠性病 心肌梓症等等這些的一個問題 再來 糖尿病 高血壓 糖尿病 這個都是慢性疾病 其實我們現在的一個發現 它其實真的跟睡沒有關係 因為睡覺的時候是我們的身體真正在做休息的時間 那休息或修復的時間 假設我們沒有睡好的話 我們身體長期在活動的話 它沒有修復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所謂的慢性發炎的現象 那在美國的部分來講 它對於年輕人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 那它晚上少睡4到6個小時的時間 那他們的血糖的部分來講 就跟糖尿病的水平其實是很接近的 好 再來 肥糖 我剛剛有講 其實也就是一個代謝率的問題 所以包含高血壓 糖尿病 肥糖 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十大死因之一 相關性的部分 所以睡眠障礙到底 睡眠到底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睡眠障礙多不多 現在很多 等一下我會把一些生理的原因 跟我們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跟各位分享 所以 所以 睡眠的原因不外乎有三個 叫做 心理 生理 跟環境的部分 那心理的部分來講 各位應該 都是退休了 退休的請舉手一下 絕大部分都退休 請告訴我 退休之後 有沒有壓力 有沒有 為什麼 都已經 退休了 為什麼還有壓力 請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還在努力做 還不夠退休的年齡 是不是 擔心小孩 有沒有 有擔心經濟的壓力嗎 也有 有一些 有一些 沒有 小孩子的壓力最多 是不是 是嗎 可是小孩子 成年的部分來講 因為我這個 我針索的案例好多 我常常跟一些 叔叔阿阿姨在聊 尤其是一些阿姨的部分 我就說 小孩子都這麼大人 為什麼你們要一直這麼擔心 然後就說 你知道啦 我跟你說 你小孩大小 你讀書還沒有讀好 讀書完畢業有沒有 打兵 打兵完之後回來要找工作 工作有沒有找好很重要 接下來有沒有交女朋友 女朋友之後要結婚 結婚之後又生孫子啊 我說 那你怎麼想那麼多 對啊 他說 我的小孩子都不結婚 三十幾歲都不結婚 然後都不出去 然後很擔心 可是 我說即使你擔心的部分 小孩子還是不出去 那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再想一下 你自己的身體的狀況怎麼樣 他說 自己都沒在想啦 都是像孩子這樣 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他講說 都已經退休 都到這個年級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一些注意力 放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情況 這個很重要 自己可以掌控 我常常跟一些 來我診所裡面看診的部分 跟他們分享 就是說 我說我們現在的人 好多都是這樣 把我的情緒的控制 放在別人的身上 就好像我們在醫院一樣 很多人來的時候 他就說 我的健康交給你處理 可是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健康 比如說我可以幫你吃飯嗎 不可能 我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你自己必須要去做 那同樣拉回來就是 因為我們在心理智商 有很多是這種狀況 就是 我們常常把自己的一個掌控權交給別人 由別人來決定我們的生活好不好 完全沒有自己 那我說 如果你轉移一個念頭 改變不了對方的話 那我改變我自己來接受 可不可行 也許是一個方式 也許是一個很快的方式 我常常講 你覺得對方很需要我們嗎 其實是我們自己想的 就像美國有一個案例 他調查是這樣 手機重不重要 現在人有手機恐懼症 我給他放在那邊 就像有一次 我上班的時候 把我的手機放在家裡 結果我開車開到路上的時候 你看 我手機沒有帶怎麼辦 我要去診所 你看沒有關係 距離好遠而已 段路就放著 可是一天裡面 你真的覺得有點心神不如 會不會有人找我 或是怎麼樣對不對 即使知道在診所 應該可以打來找我 還是會這麼想 結果回去 就有點多回去的時候 一手機拿起來看 沒有訊息啊 沒有人找我耶 那我到底在想什麼東西 事實上現在大家好像 都被這些去給控制了 那所以我們再拉回來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 我自己決定說 我很高興的時候 我想去吃個東西 我想去看個店 我想去哪裡 如果真的可以把這一個部分 拉回到自己的身上 接著就是說 我不要因為我想做什麼 去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那稍後我會再講一些方法 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怕一個小時會講不完 好 就是心理生理的部分 等一下 各位 各位有吃宵夜的習慣嗎 沒有很好 消夜也會影響到失眠 那設備這些的部分 等一下就是跟我們的環境有關 好再來 所以健康是睡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只要看最下面這一個重點 睡眠的時候 大腦清洗廢物的速度的部分 可達清洗的兩倍 簡單來講 如果你長期睡不好的話 未來得到痴呆症 就是腦部病變的機會 會比別人多很多 想盡辦法還是要讓自己休假 因為休息的時候 你的腦袋 才能真正去做一些清理的部分 好 所以什麼樣才是一個好的睡眠 它其實有五個部分 第一個 入睡快 也就是上床到入睡的時候 大概十分鐘內 然後睡眠深層 就是一覺到天亮 然後不會中斷 夜晚不會起來 然後起床的時候 哇 精神飽滿 就跳起來這樣子 當然 不一定要跳 就是要慢慢坐起來這樣子 輕快 然後白天的時候 頭腦清醒 精神好 只要你有這五項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就是一個優質的睡眠 可是請問做得到的 可能有多少 我看很難啊 能做到一兩個已經算不錯 那有一個人跟我講 我常常來這裡就說 要是我跟你講 齁 我上去的時候 馬上就睡著了 我說你是累到睡著 不是真正的好睡 這個有差別喔 很多人忙了一個很累很累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不到三分鐘五分鐘 就開始打呼了 那個叫累到睡著 那不叫真正的睡著 因為當他睡著的時候 腦袋還一直在動 這就不是一個優質的睡眠 好 所以到這裡都還是很學術的部分 我們很快的帶過去 就是一夜好眠的部分 分為兩種 就是快速動眼期 跟非快速動眼期 快速動眼期是什麼 有沒有看過小孩子 在睡覺的時候 眼睛一直在動 那個就是處於在快速動眼期的部分 有人睡覺的時候 眼睛一直在跑 然後大家整個體 你放鬆的時候 基本上不動的時候 就是進入到所謂的深睡期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有一個循環 大概一個週期是90到100分鐘 也就是一個半小時 基本上四個循環的部分 就是造成我們現在正常的一個睡眠方式 那專家在研究的部分 就是在第三跟第四這個階段 叫做深睡期 因為深睡期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身體完全不動 這時候你身體所有的能量 就可以開始去修復 比如說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慢性發炎 那雪球就跑來這邊 給它修復一下這樣子 但是只要你身體有在動的時候 這些能量馬上又分散來了 所以你的那個器官的修復 就會比別人還要來的弱 那大家知道 11點到1點 是什麼器官在修復嗎 1點到3點 肝膽 肝膽 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肝膽造血 排毒這些都是考我們的肝臟 所以在怎麼樣的話 請你們11點到3點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深度的睡眠 當然年輕我不會這麼要求 年輕的話我只要求 一個禮拜有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可以早點睡覺就可以了 好 所以優質的睡眠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叫做晝夜 第二個叫做荷爾蒙 第三個叫做體溫 好 什麼叫做晝夜 晝夜的部分就是我剛剛有講的就是 叫做自律神經的部分 交感跟副交感 來大家看一下 在一天當中健康的人 自律神經會不斷的變動 不是早上就一定在上面 它會不斷的變動 但是白天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是一個power的模式 動力的模式 所以交感一定要上去 所以人要很亢奮 可是當晚上的時候 副交感上去 它是一個悄悄板 也就是說 當這個地方上來的時候 它就是白天 當這個地方下來的時候 那個地方上來 副交感上來 它就是晚上 可是現在有白天跟晚上之分嗎 沒有 這個燈光一開的時候 其實就很像白天 所以現在的人 基本上它大概都是維持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永遠在上面 下不來 然後那個副交感永遠上不來 那吃安眠藥是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把它壓 壓 壓下來 那壓下來的時候 白天我們的交感是什麼 心跳加快 戰鬥 然後要有power 對不對 當它把它壓下來的時候 人會怎麼樣 人會沒有精神 所以吃安眠藥的人 到白天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上不來 可是 為什麼吃安眠藥到後面會出問題呢 是因為安眠藥不會把這個副交感給拉起來 那副交感如果不拉起來的時候 人不會放鬆 都永遠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所以當副交感上來的時候 我們才會放鬆 才能很放鬆的睡著 其實差別在這一個地方 所以晚上的部分副交感一定要高於 交感才能入睡 那再來 昼夜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叫做陽光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裡 淡腦的夏四秋主要就是 褪黑激素的一個分泌 只要褪黑激素開始高起來的時候 就是身體在告訴人說 你要開始睡覺了 那陽光的部分它會抑制 陽光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簡單來講 白天的時候我們看到陽光的時候褪黑激素會降下來 降下來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想要睡覺 所以是維持在交感在上面的狀態之下 可是晚上的時候沒有陽光的時候 是不是褪黑激素就會減少了 我們是不是開始放鬆要準備睡覺了 可是因為我們打開電燈 電燈就跟太陽一樣 所以當我們的大腦看到有電燈的時候 我們就說現在是白天 褪黑激素會把它壓著 所以我們就不好入睡 所以真正的一個睡眠的部分來講 就建議要把燈灌掉或留一個小夜燈 這樣子對睡眠是有幫助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荷爾蒙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也一樣 大家先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叫褪黑激素的量 褪黑激素的量在什麼時候開始真的 從晚上的六點之後 它開始要往上升高 到十二點的時候是最高的時候 剛好是我們最好睡的時候 這個就是褪黑激素的量 那同樣的就是荷爾蒙的部分 它的曲線也是這樣子的一個線型 所以小孩子 我常出去演講的時候 我就說跟爸爸媽媽講 小孩子的時候最好晚上九點 你就要讓他去睡覺 因為你要讓他的一個成長荷爾蒙的部分起來 那這樣子他才有辦法長高 所以現在的小孩子 如果一兩點都不讓他睡覺的話 其實會有礙於他的一個成長的部分 好 體溫 大家有聽過有很多醫師講說 我們睡覺的時候不要去做激烈的運動 因為會影響到睡眠 有聽過嗎 有齁 其實大家看這兩個線型 我們都講一個重點齁 這一條黑色的線叫做白天線 這邊是六點 這邊是二十四點 二十四點到六點就是凌晨這一段時間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條線型的部分從六點晚上這個地方 體溫最高的時候開始一路往下降 一直到十二點這個時候 到一兩點是最低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睡得最深層的時候 這個跟我們的體溫有關 那這個曲線有一個點點的這一個部分來講 這個叫做夜貓型 夜貓子 夜貓子的部分來講 他剛好是在二十四 就是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他的體溫最高 所以他的精神最好 所以夜貓子為什麼他不好睡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體溫是高的 所以我們換一句話講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十點要睡覺的時候 我八九點還去跑步 這樣好嗎 絕對不好 也不要說在睡前的時候洗一個熱水澡 其實對睡眠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當我洗熱水的時候 我的氣血循環會加快 當我加快的時候 我的精神就會變好 所以當你洗熱水澡的時候 加快的時候你一定不好睡 你一定要等他過了之後 洗溫下降的時候 你才開始好睡 但是 但是 吃飽飯之後 去散步三十分鐘 他對我們的睡眠 有很大的幫助 吃飽飯 晚上吃飽飯之後 休息 比如說十到十分鐘 然後出去走一下 三十分鐘到一小時 你會發覺 那天晚上會很好睡覺 這是有一個統計的部分 好 那理論的我們都講完了 我們要開始要進入到一些 比較實際的部分 就是說 你為你的健康付出多少 這個地方就是 大家有車子吧 三萬公里要不要保養 五萬公里要不要保養 不保養 心理壓力好大 出去會不會輪胎就跑掉了怎麼樣 其實壓力會很大 可是往往這個地方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我們的身體 用了五十年六十年 其實有時候 你都還不記得要去保養它 那輪子壞了 可以壞 心臟壞了嗎 不行吧 那這個只是一個觀念問題 那為什麼 這不能怪大家 其實我們都一樣 在我們休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會覺得說 身體有什麼 反正我精神就是很好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器官的衰退速度 竟然比一般人來得快 其實 賴醫師也是在這裡 不然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醫師的壽命都不差 我先跟各位講 真的是這樣子 好 OK 接下來就是世界的一個潮流 高齡化跟少子化的部分 我想現在一起可以讓人 活得很久 但不保證可以活得很好 那留給子女教的禮物 不是精神是健康的身體 好 前一陣子有人問 什麼叫做健康的壽命 跟不健康的壽命 大家有概念 應該都有 那我很快的把這個概念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Facebook 就是真美自然者所 我們有一個官方 有一個定期的訊息 會在這個臉書來公布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我就用了兩個 兩個比喻 就是說張三先生 他是80歲的一個男性 再一次睡夢中的人就走了 是不是很好走 很羨慕齁 其實我好羨慕 好再來 那李氏先生呢 他也是80歲的一個男性 不過他在55歲的時候 他中風了 然後再往後的10年 他又發生了兩次中風 因為可能飲食啊習慣都沒有改變 他發生了兩次中風 所以在60歲的時候就會送進去 所謂的一個護理之家 那護理之家的部分來講 對於中風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就是幫他做做復健啊 接下來插管啊這樣子 就是衛生這些 然後 本來就是躺在那邊的人 這樣幫他照顧 一直到他80歲的時候 器官衰竭走了 請問55歲到80 中間有幾年 25年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醫學 可以讓他多活25年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讓他 很健康的走 因為一旦中風的時候 身體技能受到影響的話 有時候要求是很難的 所以為什麼要預防 為什麼歐美的人 是這麼懂得預防 因為他們知道 一旦受傷的時候 是有一些是救不回來的 所以這個李氏先生 同樣活到80歲 他有55年是健康的 25年是不健康的 所以一個人要磨25年 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現在在北歐四國 他們一直在對動一個 就是說 當你離世之前的 一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才躺在床上 這是北歐四國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他們的體育館裡面 80歲的老奶奶 在那邊吊單槓 還在那邊翻滾 為什麼 因為當你肌肉有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應付 你生活上面的所需 所以在怎麼樣 一定要運動 而且要有規劃的運動 比如說把肌力練一下 腳的肌肉練一下 才不會跌倒啊 那你有運動的時候 你的蓋子才會吸收啊 對不對 這個都是連貫性的 所以一定要運動 所以健康跟不健康 其實在這裡 那在台灣的部分 男性有 十年吧 十到十二年的不健康 平均啊 我講的是平均 那女生好像是 十二年到十五年的 不健康的一個 壽命 那我們希望可以 藉由預防的部分 把這個給縮短 好 所以未來的象限 其實很簡單 我在大學跟學生演講的時候 其實我都讓他們做一個選擇 你想要未來的生活 是要哪一個 要健康富裕的 還是要疾病平均的 因為我們人生不外乎 有兩個是追求很重要的 一個叫做財富 一個叫做健康 那擁有財富跟健康的 我們可以說 凡事不求人 只是錢多錢少 是小康跟富裕而已 但是我有健康的身體 我可以到處去走 我可以自己吃飯 你看 其實 有一次我 我身邊還蠻嚴重的 這個 有一段 有一段時間以前 那時候只能躺在床上 即使插招都要人家幫忙 其實那時候你會去體驗到說 什麼 其實原來自己 自己抽衛生紙擦屁股 還蠻幸運的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真正有 有躺過的人 才會知道什麼叫做健康的那個 珍貴 那在有錢 有錢的話 其實 如果是身體都是病的話 我診所的案例其實好多 真的很多 就很有錢 可是身體真的不好 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個癌症 看到那個頭都暈暈的 對 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我們 診所要怎麼樣去協助 每一個人去找回健康呢 它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要先減少 藥物的一個依賴性 比如說你吃吃三顆藥 我們看怎麼樣辦法 減回兩顆 再減回一顆 然後到後面 不用吃藥 減少這個依賴性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 我們要逐步的舒緩 身體不適的感覺 就是把那不舒服的感覺 慢慢的把它調整起來 第三個再從根本部分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下面這個地方是 醫學有證實 百分之八十的疾病 源頭跟子律神經有關 也就是跟現在的壓力 好 這個地方叫做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檢查 那常常有人跟我們講說 我到你們診所去做檢查 跟我去醫院做檢查 它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它的差別在這裡 來 預防疫學檢查的部分 大家知道生病有四個步驟嗎 第一個步驟是細胞 我們人體裡面的細胞 開始因為壓力 或者是我們吃進去的一些毒素 或者 anyway有一些身體的一些 內分泌系統混亂的部分來講 細胞開始有變異性 那變異性之後 一大堆細胞就會變成組織 組織開始變得不好 那組織不好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的器官就開始 長東西或者出現狀況 比如說胃不動了 腸道不動了 這些都是已經到器官的部分 那器官出狀況之後 我們整個人的身體 就整個就出問題 為什麼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來講 所有的器官都有相關連性 一個做一個不做 像它從第一個傳到最後一個 就我中間這兩個不做事情的話 那這樣子其實就會整個斷掉 那在我們的器官裡面 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像在我的診所裡面 有人膽 因為膽結石拿掉 然後我就要說 膽結石拿掉 誰最辛苦 肝臟 因為肝膽 肝膽是一起的 所以膽功能沒有的時候 膽子這些從哪裡來 還是從肝臟來 所以肝臟就多做了兩份工作 所以肝臟就很容易出問題 不是我們拿掉就沒有事情 其實都有相關 因為其實內在的器官 會幫他鋪上 比如說來 你來幫他做 你分擔他的一些工作 所以為什麼飛到 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不要把器官拿掉的原因 就是這樣 因為一旦拿掉的時候 其他的器官必須分擔他的工作 因為你這樣子的在身體裡面 你的器官是有互相影響的 缺一不可 但是真正缺了怎麼辦 其他的器官不 所以其他的器官就會不難加重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 四個步驟的部分 像傳統的健康檢查 基本上他就是在器官 器官的一個狀況 跟身體的狀況做檢查 可是在比較細微的 細胞跟組織這個變異性的部分 就不在我們現在的 傳統醫學裡面 可是 所有的疾病都是從這裡開始 所以當這個地方 開始有一些變異性的時候 我們馬上知道 馬上把它做調整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有可能 不會延伸到所謂的器官 甚至於到人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 真正的一個完整檢查 應該是要包含這兩個部分 那在歐美的部分來講 其實他們在做這個區塊來講 做得非常落實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那個 外國人他那個四五點或怎麼樣 大家就是在慢跑啦 做什麼 那個生活的品質很好 其實是因為他們 把這個地方落實得很完整 所以這我們睡覺的部分 就是田徑睡眠的完整身心計畫 研究包含做了檢測 然後做體驗 然後給他一些調整的部分 大概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流程 但是這個流程也不複雜 其實只要 最主要做檢測 是要讓大家知道什麼 你的問題真正出在哪裡 等一下後面會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個儀器的部分 因為應該裡面有一些 阿姨或叔叔 有到我們那裡做過檢測 或在賴醫師的診所 我們有做過檢測 就是使用這台儀器 那這台儀器 它是微型的MRI 就是一個核實工證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 已經用在太空人的檢測 的一個健康的一個方式 然後它也是一種 所謂的大數據庫概念 因為它裡面有 上千萬的一個資料庫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統計學的概念 去找出你身體 有可能會發生什麼疾病 這樣子的概念 大家可以很清楚嗎 如果有不清楚的話 可以再問我 這個就是我們檢測 我們診所裡面的一個環境 其實我們檢測很簡單 就是請你躺在沙發上 很舒服 然後帶個耳機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 先進的 偵測儀器的部分 跟統計學 告訴你 可能得到什麼疾病 或者你要 必須要注意什麼 好 這個就是在檢測的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的一個圖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什麼器官 這個地方 十二指腸 這個地方過來就是胃 然後這個地方 十二指腸 從這個地方接下去 就是要接到小腸 所以從你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綠色的這個管子 就是胆管 所以胆管這邊 胆汁從這裡 進入到十二指腸 去做所謂的消耗 這邊有一個黃色的管子 這個就是儀仗 儀意 那邊過來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人也很特殊 你來的時候 我可以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過優門感句 優門就在這裡 所以你胃會常常脹氣 胃不舒服 就是這個地方的問題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有什麼 黑色的啦 三角形黃色的這些 其實就是每一個偵測點 它現在的一個細胞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尾椎 這個地方就是尾椎的部分 這個叫尾椎的神經 這個是軟骨子 進來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包含心臟 包含大腦 包含我們的腎臟 膀胱 系統 所有的系統 我們都有圖片會跑出來 那這些跑出來其實 只是一個指標師 讓你們先看到說 我這個地方來講 到底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是已經不好的部分來講 我們來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不好 是因為太熱的還是長期以來的問題 那長期以來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去把它做一個調整 基本上不是全黑的都不好 也不勤啊 但是也不是全那個 全部黃色的都好 這個我們必須還有五六項的數據要判斷 只是讓大家稍微有一點概念 好 所以恢復健康的方程是很簡單 人體不外乎就是這四個階段 第一個叫做健康 第二個叫做亞健康 第三個叫做亞生病 第四個叫做生病 那通常在生病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什麼 請各位到醫院或到診所 去做所謂的現在化的治療 就是比如說吃藥 或者是先把生命的一個狀況 先給穩定下來 但是我們在服務的通常都是屬於 養生病 養健康到健康的部分 那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健康還需要做 因為人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吃五穀雜糧 呼吸這樣子的空氣 我跟各位講 即使你在怎麼養生 你的身體還是往生病的方向走 認不認同 認同嗎 對 所以即使健康的人 你有可能在這一段的時間 發生什麼事情 你還是往疾病的方向走 但是當你偏一點的時候 我們察覺到把它調整回來 偏一點再調整回來 那這樣子是常保在一個健康的狀態 所以像我在跟企業的時候 我就退了一個案子 我就說 這些社會精英或者是 再努力打拼 家庭的支柱這些 我都很建議他們一個一年 至少要用三個月的時間 來調整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要這麼講 因為我那邊真的太多了 身體不舒服 不管壓力很大 第二年還是不管它 因為壓力很大要賺錢 第三年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了 其實我壓根了 就已經忽略掉身體的一個反應 到第四年的時候 到醫院檢查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第三期了 我們看要選擇化療還是什麼樣的 辦法治療 其實都來不及 但是如果我現在 我們剛剛講過 我在現在的生活壓力之下 我吃這樣子的食物 我呼吸這樣的控制 我還是知道我怎麼養生 我的身體還是往疾病的方向走 一年到了我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回去繼續打病 啊 乾燥的功能最近比較不好 那我利用三個月的時間把它調整一下 又恢復到正常的這個地方 九個月再去打病 然後明年再來的時候 哎呦乾燥維持的還不錯 可是胃有一點潰癢 治療胃 就會有到後面的時候 一看就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完全沒有舊的一個機會 這是我們想推廣 因為歐美就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歐美會那麼注意 大家知道一個重點在哪裡嗎 因為在歐美看病很貴 有到國外去嗎 我知道在美國看一個感冒 大概七八百塊美金吧 看感冒 各位 所以歐美的家庭醫師問 為什麼那麼流行的原因 就是說我有一些問題 先問家庭醫師 家庭醫師會跟我們講說 你就多喝一些熱水啊 做一些什麼的部分 其實就過了就好了 身體高個一度免疫力高個五六倍 這很好啊 表示你身體有在作動啊 不是有感冒趕快去 然後吃個消炎藥什麼的 然後溫度降下去沒事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喔 各位 身體每高一度 我們的免疫系統 會活要五到六倍 增加五到六倍 為什麼它會起來 是因為身體有病毒 它要作戰 平常也要練兵一下啊 你不能說完全都不練兵 然後到後面來的時候 你的那個身體裡面的軍隊根本沒有用 這個是一個思考性 所以西醫跟自然療法跟中醫能不能合併 可以合併喔 只是大家所在的位置不一樣 比如說西醫我們還是強調它非常的棒 為什麼 它在你身體危急的時候 可以立即幫你的生命的狀態給穩定下來 那中醫是什麼 中醫就是說 我可以去試圖找出你的源頭 從源頭的部分去幫你做調整 這也是很好 不過它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人有身心靈 對不對 所以自然療法的部分 它就是把這三個部分把它聯合起來 那這樣子的部分 比如說有一些疾病它是心理的問題 那我們從心理的部分 幫它做一些疏通協調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這個過了 身體的狀況也就解除了 所以我們認為 自然醫學西醫跟中醫其實是可以合併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電子藥物 有沒有聽過電子藥物 沒有概念喔 我們現在藥是吃的對不對 如果藥物是用那個打的呢 拿到你的身體裡面去 那它同樣有藥的效果 請問一下 大家要選吃的還是選電子藥物 電子藥物 電子藥物 其實現在在歐美比較先進的部分 他們其實是有電子藥物 因為來做個實驗 這個我先跳過 電子藥物 這個叫抗生素 抗生素現在透過儀器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找出抗生素裡面有什麼成分 那這種成分都是一種波長 以物理學來講的話都是波長 大家有聽過太陽光嗎 有聽過紫外線嗎 在我們的檢測儀器 它就是一個頻率 一個波長 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 它就是一種波長 其實藥物也是一種波長 那現在的一個科技的部分 它是可以把這個藥裡面有什麼成分 透過儀器的分析可以抓出來 好現在有這樣子的儀器 好那既然我抓出來這個藥物的頻率 一個波長的時候 我把這個波長放到晶片裡面 然後放到這個培養裡面 好來大家看一下 同樣裡面這個是不是悟悟的 這個在悟悟的旁邊有一圈透明的 這個實驗是什麼 這個實驗有發表就是說 我把這個藥的頻率 放到這個晶片 這個晶片會把藥的頻率值釋放出來 後來發現到說 原來用藥的頻率 我不用吃藥 用它的頻率 會有一致細菌的效果 這個就證實 其實藥物不一定要用吃的 其實用頻率打就可以 這個更明顯 這個裡面就是病毒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抗生素的部分來講 直接打到這個培養膜裡面 這個有經過培養膜 就是把這個藥物的頻率 直接打到培養膜裡面 後來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發現到 有打抗生素的一個頻率的 這個培養膜的部分來講 它並沒有細菌延伸出來 所以在證實 所謂的電子藥物其實有這樣子的概念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 在去年年底 新加坡有一個醫師 他發表了一個類似像定脂藥物的這個概念 結果 不知道美國還是德國的藥廠 花12億美金 我要買你的這個權利 各位 為什麼 為什麼要花12億美元 買這個技術 他坦白跟這個醫師講 這個技術我買下來我不會發表 因為發表之後大家都不吃藥了 那我賺什麼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慢性病的藥 越吃越多可 安眠藥幾億 剛剛我們講那個數字有多少顆 一顆多少錢 所以 現在其實大家都有在思考不想吃藥 可是問題藥物還是藥廠最大的一個 一個收入欄 那由各位自己去做選擇 但是電子藥物確實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電子藥物的概念 如果我將 對於自律神經平衡的這個頻率 讓交感神經跟副交感在定期的時間內 一個可以起來一個可以加下來的部分來講 如果我將這個頻率放到這個地方來講 然後他持續的釋放出來 我們的人體對於這個頻率 尤其自律神經對於這個自律神經的頻率 他會有對應 然後開始進行做調整 這個就是電子藥物的概念 那他其實有兩個 有兩個特別的一個技術 一個叫做生物訊息搬送的效益 一個叫做互動 互動式環境電子產 好我跟各位講兩個 很快 第一個就是說 生物訊息如何對人體有效 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找到對的頻率 各位有聽過花金嗎 有齁 玫瑰花 或者是迷迭香 或者是那個薰衣草 薰衣草我們聞的是不是人能很放鬆 其實它就代表是一種頻率 那比如說薄荷我們一聞下去精神很好 它也是一種頻率 它是透過刺激嗅覺的部分去影響到我們的腦袋 吃藥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頻率的問題來講 在歐洲幾千年來 其實我們已經抓到很多的頻率 對人體是有調整的效果 比如說有一些憂鬱症的曬曬太陽就好了 為什麼 太陽裡面有很多元素 它對我們的神經的調整是有效果 第一個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找到對的一個頻率 第二個 時間序列 這個是我們很特殊的專利 就是說 我今天頻率要給你的時候 我是在什麼時候給你頻率 比如說我在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給大家一個精神非常好的頻率 這樣對嗎 絕對不對 那我們就知道 一點到三點是什麼頻率 是什麼器官 肝臟 所以肝臟在修復的時候 我再加一些肝臟的營養素再給它 然後再幫它加強肝臟的耐心這樣好不好 好 然後三點到五點的時候 肝臟開始消失 這個時候到哪裡 到肺臟 到肺臟 再增加肺臟的一個調理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特別的一個技術 我們有一個時間序列的部分 再來就是 將這些全部放到一個晶片裡面 透過晶片 透過電的一個發送的部分 持續影響我們的身體 像我們這一台的部分 它在這個範圍五公尺內 就是那一台的五公尺之內 都是在這個頻率裡面 所以你的身體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去結取這樣的頻率 有人就問我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我今天八十歲跟兩歲的孫子 可不可以同時使用 可以啊 因為你們的肝臟都一樣 只是我的肝臟有需求的時候 我會結取 我就會去調整 但是我沒有需求的時候 因為它都是一個健康的頻率 所以不會受到影響 那放一台在這裡 我們裡面所有的人 都會有用處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頻率的處方裡面 你們會去抓到你們身體想要的 那你們身體不需要的時候 基本上那頻率就過了 不會影響到你們 再來叫做互動式電磁場 只要有插頭的地方 就會有一個電場 我們的人的身體傳導是電喔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在一個電箱旁邊的話 我身體會不會受到影響 各位 絕對會 肯定會 當然它有一個安全值 其實在怎麼樣一個安全值裡面 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越久你還是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常常講喔 各位 當你們回想到你們小的時候 你們小的時候有沒有那麼多精神疾病的人 你想看嗎 小時候 有沒有那麼多痠痛 有沒有那麼多慢性病 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那時候的科技不發達 那現在大家都有一台手機 手機就是一個發電磁場的部分 睡覺會把它放在床頭的警局所 你們都很好耶 我們年輕人晚上這樣子亮一下 趕快起來看一下 你看那個中毒多深 那個就是一個發射器 所以我們在這個磁場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混亂的 所以 治療睡眠有另外一個說法 你只要到溪頭 或比較靠山上的地方 只要那個電子波比較少的地方 基本上那個睡眠就會變好 因為我們隨時都在跟這些環境電磁場 好 既然我都已經知道這個磁場來講很簡單 我一台儀器放上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電器博士 他就做了一個技術就是 他會在這一個裡面的五公尺範圍之內 把原來的 對我們人體會產生 神經會產生的那個頻率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個處理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對人體來講 是比較正常可以接受的 有這樣子的技術 好 這是我們的測試報告 我們有99個 然後有 我們看這裡好了 願意接受購買跟 預計購買的總共有71位 99台裡面有71位購買 其他有些還在測試之類的 情緒平穩的 有69個 也就是說我用這台儀器之後 我發覺到說我比較不容易生氣 那情緒比較平可 總共有69位 然後睡眠改善的有56位 容易疲勞 肩頸痠痛的28位 高血壓的有10位 佔14% 那為什麼人家說為什麼睡覺跟高血壓 剛剛我們有看到嗎 睡得好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那個情緒情緒比較低的時候 比較弱的時候其實不會有高血壓 安眠藥減量18位 業界頻量改善了3位 腸道16位 免疫系統23位 好 大家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數據很誇張嗎 其實我跟各位講 真的人睡得好的話 身體的毛病會少很多 真的 其實這些 這些都跟睡得好有關係 簡單來講就這樣子 它不是一樣 睡得好就可以了 我們人體非常的特殊 我們自己就 本身就有一個自己調理的功能 所以我們的人體是很精密的 只要你睡得好 讓他休息足夠的話 他自然就可以完整的一個運作 好 我簡單用6個案例 林先生 52歲 身體強壯 經過我們檢測之後 發現心血管有問題 到醫院檢測後來有心肌梗塞的現象立體治療 這個案例是我為什麼做這個最重要的案例 是因為 這個人在一次一診的時候來給我看 身體說他撞得跟牛一樣 可是他檢測完之後 就只有心臟有問題 我認為 可是他沒有感覺 後來兩個禮拜去陳大掛心臟科 掛完之後馬上入院開道 為什麼心肌梗塞嚴重 但是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有時候身體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好 但是另外一句話 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有很多人來到我那裡 檢測完之後 我說你身體很健康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真的嗎 我說真的 因為我檢測的數值是OK的 但是我覺得人真的好奇怪 各位 當你說他健康的時候 他不相信 我一定有病 然後他真的有一些身體有狀況症 你剛剛講的身體不少 真的嗎 我覺得我很健康 所以健康的人還希望自己生病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還蠻有意思 還有有一次有三個人來 有兩個有調整 一個是健康的 他還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我不需要調理 我就說你的身體很健康 不要不要我也要調理 死了 很好玩 45歲的王先生 這也是很安利 就是說 他是 其美醫院的那個一個員工 然後心臟常常不舒服 但是醫院裡面所有能檢查的都檢查了 查不出原因來 後來我們那邊檢查 因為我們的院長是他的長官 然後長官 來過來看一下 我們就發現他有治律神經事態的現象 就建議他吃B群 吃完之後 痛兩年的 那個擔心兩年的問題就沒有 吃一個月的B群 B群很便宜耶 就吃一個月 然後他擔心兩年 這其實沒有花了好多錢 結果就這個問題而已 你會覺得 好 張奶奶 這個就是真的 其實要知道一下 張奶奶是來我這裡檢查 是鄰居介紹過來的 她來就跟我講說 我胸口很悶 十幾年了 我很不舒服 那後來一檢查說 她心臟沒有問題 肺臟沒有問題 我就很納悶的 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我在她的胃 那個地方看到很嚴重的胃潰瘍 那我就問她說 你是不是胃不太好 她說 對 很久了 從年輕的時候到現在 那後來她是什麼 常常有胃食道內流上來之後 後來覺得是胸口門 但是她不會講這個地方的問題 她就覺得這個地方不好 所以她那時候兒子也一起來 常常就說 你都跟我講你不舒服 我帶你去看醫生 最有名的醫生 都說你心臟沒有問題 那你一直在講說你不舒服 然後還對她媽媽有無敬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寫說 有時候你知道會很懊悔 就是你找錯方向 你不舒服 你真的不知道在哪一個地方 結果每一個科別 你都去走過了 走完之後 她只給你一句話 對不起 我覺得你是有自律神經失調 或內分泌失調 就這樣子 內分泌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是什麼 醫院就給你正定期 安慰期而已 我講另外一個案例好了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小姐來 我的診所檢查 那我就跟她講說 你的血壓有一點低 她說怎麼有可能我是高血壓 她常常會覺得頭暈 然後覺得一口氣都上不來 那她是高血壓 她忍不寬喔 瘦瘦的 她就說 奇怪你的血壓不會是高啊 你怎麼會是高血壓 而且還有這次降血壓的藥 她說事實上是這樣子 大概在兩三年前 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覺得很氣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結果去醫院 那醫院醫療檢測的時候是高血壓 那時候就吃一個降血壓的藥給她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她都在吃降血壓的藥 那我說你有沒有在檢查 我說有啊 我有在檢查 我說你血壓怎麼樣 正常啊 那你要不要吃 還是要吃欸 那我沒有吃我壓力會很大 然後她已經是低血壓 她有家族性的低血壓 她家人都是低血壓喔 她還在吃降血壓的藥欸 各位 你已經倒題了 你還在吃降血壓的藥 這樣對嗎 真的不對欸 這有時候觀念真的 那這一個老師是怎麼樣 她已經沒有什麼 氣血循環已經不好 氣色不好 每天早上還是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 她就吃很少 然後沒有在運動 那我覺得很簡單 你生菜沙拉先不要吃 就是先一些補的 然後去運動一下 就改善了 要花多少錢 不用花錢 但是要找對方向 找對我們的身體的問題 到底在哪裡 好 所以 擁有健康不要再有遺憾 來舉一個這個例子 預防接氧生就好像 我們在開車一樣 開車停到停車位 一個小時多少 20塊 25塊有的是30塊 然後 在下個人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種 談笑便宜的現象 有時候就旁邊停了 不要停進去 節省一下是一下 好 20到30 可是當有一天的時候 你都是停在旁邊 不去停車位 然後 當有一天的時候 車子被拖掉走了 結果在到停車場這樣子 要你那台車的時候 總共1900塊的時候 你一定會 我媽就出來了 早知道我20塊 我幹嘛不繳啊 1900 我以前在青年路 真的有一次 下去買一個便當 轉身的時候 出來 大概我停到 100公尺左右而已 出來的時候 我就真的 看到我的車子 就這樣子被拖 拖掉走 1900塊 活生生的一個案例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恨得一樣 早知道20塊我願意給 可是 當身體出現狀況的時候 一個標靶治療 你知道要花多少錢 我問過了 我們的 我們另外一位 張醫師 張主任醫師 我說我們治療一個腫瘤 到底要花多少錢 他說 我們先不要看 那個健保幫你給付的 一個腫瘤 大概要花我們的醫療費用 大概是幾百萬 跑不掉 一個腫瘤的治療 幾百萬 各位覺得說我沒有付到 那麼多錢 可是你們知道你們的很多錢 是由健保來給付的 但是一個腫瘤 幾百萬 跑不掉 所以這個真的要注意 所以 我們覺得預防及養生 不是要改變你的生活 真的是要預防你美好的生活 被改變 這是一個概念 好 這個就是我們診所 那如果說大家有需要的話 這個QR Code 掃一下的部分來講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那個 臉書 或我們有一個LINE AT的一個部分 就是你隨時就會有我們 真美的一些 健康的訊息可以給你們 或者是說有一些 你們想問的問題也可以 透過這樣子的部分 我們線上的部分 我們會給你們一些建議或恢復 那這樣子就是 其實還是回到一點就是 預防 剩餘治療 那各位叔叔阿姨都是很棒的 你們的生活都很好 而且都可以在這裡運動 我就覺得非常棒 但是我希望藉由這一次的分享 是讓各位 可以把這樣子的概念去分享給其他的人 因為其他的人不像你那麼幸運 而且知道要怎麼樣去養生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們做自然醫學 其實唯一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真的不想在醫院常看到的 那種遺憾的事情 一直發生 重複的發生 我們希望能減少這些 那當然有賴各位可以幫我們多做分享 所以真美自然診所 只要大家Facebook可以查一下 或者是上網可以查一下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資料 那我也很高興 希望也有機會幫各位服務這樣 謝謝大家 今天令我很高興的就是 有幾位真的是我沒辦法解決的患者 我請他來聽演講 因為我滿多疾病 事實上是慢慢累積起來了 那個藥遲到那麼多 因為那麼久了 這真的不是我 反正可以幫助那些朋友的 那我想各位如果來上課 然後再 如果可以對照 你會發現10天後沒有來上課 下學期我們好像那個課 教室要維修 那我聽班人說 還有大概一班同學希望能上 但是我跟我們講師大概討論 大概都覺得有點累了 我們陸續上七年也沒有時間休息 我再跟他們溝通看看 如果大家覺得不用休息 那我們就再早上滴 那如果要休息那也沒關係 那我們休息一學習那也還好 鄧剛老師我們七年 每個禮拜 養護院長要來一次啊 那剛才養護院長說 那個送給家人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健康的身體 到底要不要吃藥 該吃藥就吃藥 我去看有一些媽媽 她好像受自然觀念的洗腦 小孩子生病誇到說 阿修阿 我個人都為她小孩心驚膽跳 我們在急診看過很多抽筋的 如果你要讓她自然療癒事實上 那你要想想看 那可以喔 那你要觀察幾天喔 那她事實上那些很極端的事 都連幾天都 她觀察很 她拖很久喔 七天一個禮拜喔 可以的就是三天 七天一個禮拜 那很危險喔 如果你的小孩自然療癒體抗醫更好 那她也不應該會感冒 那你聽我有沒有道理 她如果一直要自然療癒 那她應該就覺得不會 別人還不是這樣 她為什麼會感冒 所以我認為自然療癒體能不能走偏 該吃藥還是要吃藥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要找出你的根源啊 三告你要找出你的根源 你到底是生活習慣飲食作息 哪一個部分失衡了 太堅持太固執 那你要找出根源啊 那我看大部分 事實上就是很賴癖 賴癖就是被拜王爺 被找神醫啊 被找神仙啊 看我們身廟邦喔 兩個禮拜最好 事實上現在人很沒有耐心喔 我覺得以前人還比較 醫療沒那麼經過那種 有信仰 他那個 現在沒有耐性耶 兩三講不好 我就換人了 然後看病 然後再消費 這樣對於 短期也許你會覺得 喔我這樣收穫 但是長期來講 一定會吃虧的啦 什麼叫吃虧 就是沒有信任感 那 會有一些不必要的 醫療過多的醫療 浪費的醫療 都會從這邊來起 主要是什麼樣的信任 那剛剛楊婦說 最重要 我們現在看風景的 要婦交感要提升 婦交感提升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比心靈你還好的 既坐坐瑜伽 每天坐啊 我沒有騙你 不然你請教楊婦 這是我的觀察 我的觀察 我也講六七年 要這樣做 只要看有一個目 所以大部分是沒辦法 沒辦法 不能怪大家 因為我們習慣癢養成 所以如果有 這個現代的發明來幫忙我們 我覺得 不一定是每個人都使用 但是 據目前實驗來講 效果還不錯 如果能夠幫助到某些 我覺得 那我們會很高興 我們非常高興楊婦院長 我覺得他越來越熟悉這套系統 講得越來越生動 我再次謝謝楊婦院長 今天好嗎 什麼問題要指標楊婦院長 那這個東西有經過衛生署嗎 有 它是衛生署的檢測儀器 所以有醫療上 我有拿那個 大醫師有拿那個 我有拿那個資料去看 他有一些副作用 產生那些副作用的很多 什麼副作用 就是說 可能剛才用的時候 睡覺會多夢啊 還是會 應該這麼講 如果說你的反應 馬上很明確的話 我要恭喜你 他確實就是在調整你 對 那有一些可能 是要到一個月之後 才開始會有一些感覺 那有一些人幾天之後 就開始 整個就進入到一個循環 對 所以那個感覺也是逼經過程 對 當然是逼經過程 其實我們生病也是一樣 在治療也是一樣 病是一層一層進去 治療也是一層一層讓它出來 一樣的意思 對 我們如果 在一個空間 那放在一個空間 白天也放 對 如果沒有辦法 藏藏在那個固定的房間 對 好 譬如說好業務啊 可能就是藏藏要外面的房間 那怎麼辦 這個我們其實有 有那個水深袋的這一個部分 對 因為我們其實把那個頻率的部分 我們自己也有的 像我這一條 手邊其實是有這樣生物訊息在裡面 對 那我實在想說 這也是我們這兩個月左右的一個產品分 有機會我會再跟他一次分享 或者我們找個時間再跟您分享一下 確實你這個問題很多人在問 那儀器的部分它叫做主動式的調整 也就是它透過電的部分來講 頻率一直出來就是一直在調整你 那是可以一個範圍 那帶著部分來講就是個人 自己的部分 對 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對 你其實走的方向是對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怎麼樣調整 當然 市場上有很多訴求有這樣子的產品 但是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這一次有帶一些那個手冊過來 會放在LINE市那邊 裡面就有我針對於生物訊息 跟怎麼調整電池的話 我們是有專家教授寫了一篇文章 裡面寫的很專業 然後也有學術性跟你們講說 事實上電子一樣 或者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方式是可行的 那我們也有做過所謂的很多的一個測試的結果 所以我們才希望把這樣子的部分 然後推廠出來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希望是大家知道之後 再來選擇食用牌 我相信大家會更有信心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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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示範